过去马鞍山盘园主要集中在较大尺数的单位 马铁通车之后 区内新盘吸引不少年轻买家 部分精品式单位开拓了新市场 今次介绍盘园汇朗 屋苑由两座物业组成 合共提供640个单位 单位开析由开放式到两房 主供年轻群 单位实用面积由200尺到439尺 部分设有露台 贴近现时流行设计 自马铁通车之后 马鞍山可以由沙漠区变成6周 汇朗居民步行不足10分钟 就可以到马鞍山港铁站 将来沙中线通车相信会更加方便 住户上搭车就步行到对面的新港城站 在巴士中站以及途径巴士有超过30条线 可以到达港九新界各区 回朗并没有设置商场 不过可以在港铁马鞍山站一带 由新港城中心及马鞍山广场 提供多种救物和饮食选择 而轮近屋苑的感应院 也设有街市和商场 可以解决住户日常所需 除了马鞍山区救物 住户也可以选择到沙田新城市广场一带的商圈shopping 选择更多更齐 屋苑附近有马鞍山运动场和游泳池 可以给住户公寓时间跑下步游下水 享受健康生活 而区内也有大型图书馆 为居民提供更多消闲选择 回朗属于89小学下网 好像马鞍山巡渡威力小学 保粮局雨村小学 都是区内受欢迎的小学 而中学就属于沙田区 其中姓罗萨书院 浸信会女名才中学 沙田崇珍中学 沙田苏哲公学 都是传统沙田区名校 想知更多屋苑长情 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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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